好,谢谢小益 大家好,我是Pedis的伊文 那接下来就是欢迎大家进到我们的共创工作坊 那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有蛮多时间是在分组讨论 所以也同步介绍我们的分组助教 由美琪守宾 然后Bella就是景琪 还有浩婷秉伦周翔 那先介绍一下我们待会要做些什么事 因为其实你们今天上下午的课程 其实已经听过了我们台湾为了要接轨国际 所以我们其实产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行动方案 那前一场的水利署也已经为大家说明了 他们找民间实作的案例是怎么样 那其实Pedis近五年来 我们反而是在国内做比较多的公司协力 那我觉得这比较是我们要接轨国际前 其实我们自己在国内的 有很多实战经验的累积跟一个暖身 所以我前面会花15分钟先做一些案例的介绍 那中间接下来的50分钟就会请大家进到分组去做讨论 那因为我们是这两天课程的第一次分组讨论 所以我们待会进分组前 我还是会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要操作哪些注意事项 然后我们最后就会有一个成果的分享 请大家再切换出来大厂 那最后会有10分钟的大厂总结跟QA 好 接下来这90分钟的课程 我们希望大家心里面都一直帮我放着这个问题 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开放政府联络人 或是你第一次来听这一个关于开放政府 或是国家行动方案的业务 或甚至是我知道有一些是民间朋友很有兴趣 所以来参与 你们都帮我想想看 在你手边的工作 你愿意在哪个阶段开始公私协力呢 其实国家行动方案 或者是去年有这些承诺事项的部会 他们开了很多MSF 就是多元厉害关系人论坛 以及我待会会介绍的协作会议 它其实都是开放政府的一种演绎方式 那只是各个所采取的工具跟方法论不太一样 那其实开放政府并没有说 我们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全透明 全开放 然后全台湾的人都一起讨论同一件事情 才叫做我们达标了 并不是 其实开放政府它只是一道光谱 那大家就在你各自的位置上面 就你手边的工作 你愿意做的可以做的 多进一步想看看你可以多做些什么 我们觉得那都是在开放政府的这一个方向上了 所以大家并不要有太多的压力 当然知道各个工部门之间会有组织文化啦 会有一些公务体系之间的限制 或者是跨部会之间的一些和协作上面的困难 但没关系都只要比你现在脚下这一步多往前一步 那其实都是跟我们在一起 在开创台湾的开放政府文化 那当然我们核心目标都是希望可以重建公司之间的互信 即便是国际间的合作 其实OGP他们也是希望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那接下来我就要介绍 为什么开放政府在我们PIDIS这边 是用协作会议作为演绎 因为开放政府的四大精神好 透明参与克责涵容 念过去就是几个概念 听起来很抽象 所以我们确实需要用一些工具 把这些抽象的概念可以操作化 那它得以操作化之后 我们才可以透过一次一次的实作累积 然后进一步累积到一定的成果之后 可以去跟民间 去跟其他国家分享或推广 我们台湾政府国内正在做些什么事情 那当然我们的协作会议 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 所以当我们实作到一定的程度 这个方法论很成熟之后 其实不管部会之间提了哪些案子 然后有跨多少个部会 跨多少法规多复杂 其实我们都可以为每一个政策议题 去量身打造 就是用我们的方法论去落实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唐凤政委常常讲的 过去大家都会很常问说 那你们那么在乎网路民意 那好像民众只要吵得大声就有糖吃 网路上面有5000个连署了 那他们就代表全台湾人吗 那其实人数真的不是我们观察的重点 而且其实我们也并不鼓励公务员们 把自己当成像客服一样 民众提出什么的要求 大家就是要一味的安抚 或者是要服务他们 其实我们认为真正有品质的公民社会 应该是民众 他们也要付出自己的关注 付出自己的时间 甚至要愿意贡献自己的意见 进来厨房一起炒糖吃 而不是会炒的才有糖吃 那所以要怎么样把糖炒的好吃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会有一些工具 比如说竹字稿是最基本的 其实去年的MSF 其实有一些部会也都有请 速录师去打竹字稿了 那他最基本的可以做到 让会议讨论的脉络很透明 那接下来我们当然会有一些 主持的工具方法 或者是录影直播 甚至像今天 我们工作坊一整天都会开着slido提问 就是希望让这些 不那么敢讲话 或是错失了提问机会的人 或甚至有时候是开放线上的民众 都可以一起把 他的意见跟想法 可以抛进来 我们现在正在讨厌的疫情里面 那我们目前最常用的工具是这四个 不过当然如果各部会或者是民间 又开发了更好的工具 可以来达到这四个开放政府的精神的话 那我们当然是非常欢迎大家一起交流共享 那我们协作会议目前累积了 完整的公开资料有90案 其实我们现在今天也才刚开完 开放政府联络人约会 我们已经有编号到100多案了 那只是前三个月因为遇到疫情 所以有些案子就延宕还没有办理 那我们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为什么需要一个一个个案的积累 那第一个是让部会自己可以熟悉 这一套公私协调的运作模式之外 你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你就有足够的基底 可以去向公民社会推广 或是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公部门现在正在努力的开放跟透明 那民众或者是民间团体 你们是不是愿意也用不同的角度 用不同的心态来跟公部门 一起合作 而不要永远只觉得好像行政部门 就是黑箱啊不愿意提供资料啊 或者是对民间团体 就是永远抱持着刻板印象等等 我们正在改变 那也希望民众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 一起跟我们协作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方法论 我们常常在设计概念上面讲是双零行 可是我们在部会推广我们不会用这么生硬的名词 那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在那个大家回复的匿名问卷里面也 也有看到很多人都说 我们还没有定案的时候其实真的不太放心让民间的人一起参与讨论 我们感觉很怕会开花 可是事实上这19个有提出行动 有提出19个行动方案的部会 他们就已经在最初的政策前期 就是承诺事项 就已经找民间的委员或是民间团体一起来参与了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慢慢的去翻转这个 通常遇到问题然后公部门就会埋头想解法 然后再把解法提供给民众 这个后面这个阶段才让民众来参与的这个比较传统的公共政策讨论的流程 我们比较希望可以是这个样子 真正的前期参与 当有人提出问题的时候 说不定你可以去问问其他的人 他们是不是也看到类似的问题 或甚至他们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大家真正找出核心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那一起想解法 那一起找出定案 或者是草案 那或许我们也可以再针对β版的草案 再做进一步的滚动修正或是测试 那让民众他们有机会在最前期的时候真正参与 其实人性就是这样 你对于自己努力生产出来的政策方案 你就不会那么百分之百使命的抵抗 通常大家都一定会捍卫一下说 我当初会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 或那样也很好 那如果不够好 我们大家再一起改 所以其实前期参与对于公部门来说 有这样的一个好处 就是这个也是跟民众他们一起生产出来的方案 那你之后要推行的时候 其实后座力就会少一点 风险会低一点 那其实从OGP或者是我们办理协作会议 我们一直很期待真正的伙伴关系 应该是这样子的持久的 而且是这个菱形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 所以协作会议其实只是开放政府的其中一种操作化工具 那国家行动方案啊 MSF其实也是 大家都是在做一种演绎 那在这四年间会不断的去实战 然后再精进改善 我接下来 我接下来举的一个例子是国道ETC的案子 我猜这个案子应该舆论关注度蛮大的 可是可能也会有人想说 为什么是这个时候提ETC怎么了吗 最近又怎么了吗 好他其实没有怎么了 就真的只是网路上面有个网红 他突然想要再抨击一下ETC 是不是跟工部门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所以他就提了一个案子 说国道ETC应该要收归国有 好那迅速的5000人以上又成案了 那他这个这场协作会议 他属于在哪一个阶段呢 他其实就是在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的 最前期最前期 甚至我们还不知道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就开了这样的一场写作会议 这个就是我们的提案人鬼才阿水 说不定也蛮多人认识他的 好那我接下来会放一个小短 我们自己剪的写作会议当天的小短片 给大家看一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认为说这都是对于我们未来 在推下一个合约上面很重要的养贿 相对的内容我们一定会纳入未来的政策参考 我想这才是做写作会议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好 刚刚就是我们在ETC这一案所做的 现场写作会议的画面 稍等我一下我切回我的简报 好 所以大家可以其实看到 ETC现在没发生什么事 但是其实写作会议那天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给的意见 其实公部门跟民间他们是非常用力的 在期待2025年当远通电收跟高工局的约 协议借满之后 未来不管是谁再继续承包 我到电子收费服务 那都希望未来的这个收费系统可以提供更好的内容 那其实协作会议就是在一个非常非常的前期 把民众的意见都先纳入了 那高工局他们也承诺 为了他们在签标案履约的时候会参照部分的意见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讨论协作会议的时候 并不是把很多元的人找来就这样子而已 就代表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寒容多元意见 很透明的会议 而是其实在协作会议的筹备事前 第一步其实高工局他们先把当初2007年 就是十几年前的这一份 他们跟远通电收收的契约组文先完全公开了 所以他们是非常有诚意的先把资料完全的释出 让民众来一起检视未来的合约可以怎么样更好 那么会后的这些逐字稿啊 有相识的脉络 这些就是写作会议必备不多说 那我们另外的一个案子就不太一样 大家会觉得说 但是我们并不是手边的工作 并不一定都在政策的前期 其实很多都是在进行中 那进行中适合找民众来嘛 民众来会不会很容易开花 那我要怎么跟长官交代 那其实我们这边就想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是 即便他已经有最终定案版了 但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公司协力的方式 让他达到这种前期收集研究 而且可以让政策更精进的效果 那这一个案子是茶改厂 他们想要推广台湾茶的风味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影片 影片无法使用 好 我待会会把影片丢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 所以有同仁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 那他其实就是茶改厂他们已经请20几位品茶专家 做成了一个台湾茶的戏谱 好那大家一定会想说那就他们决定了这样很好啊 就是专家意见有什么不对 因为确实其他人没有他们懂茶 但实际上他们遇到的困境就是 专家制定了这么专业的风味系补之后 民间很难推广 甚至大家一般在房间你买首摇影啊 你去永康街的茶叶店买茶 或是你平常爱喝茶的人互相交流 你都不会用到这些风味系补 所以他就很难用这个工具去打造一个 我们台湾品茶的共同语言 那他们觉得很苦恼 所以其实他们就邀请了更多的民众 茶叶爱好者 甚至他们也邀请了咖啡师 品酒师这一些 在世界上都已经把风味系补 做得比较好 而且大家都可以朗朗上口 这个咖啡是浅焙 深焙 它带有果酸味 它带有巧克力味 他们的系补相对完整 所以其实农委会茶改厂 他们就很认真的找了这些人来进行 进一次的进一步的意见送击跟访谈 好那不只是这样 他们一直很努力的想 还怎么样可以拉到更多人的意见 所以他们也同步有在 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还有他们自己的脸书粉丝页上面 都有去征集网友的意见 一起纳进来多参考 那这是一个比较共创式的写作会议 所以其实他们有了定案 但还是有机会 重新再纳入更多的意见 让他们的这个台湾茶戏谱的工具 可以真正在台湾内部深化跟推广 那我们回头来看 我们的国家行动方案 其实协作会议的这些程序和工具 跟我们的NAP 还有MSF也可以有很多的共同性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国发卫这个网站上面 去年开的这些MSF 他们有没有提供充足的资料脉络啊 那是不是事前的资料有完整的释出 那他们找来讨论的民间人士 这些多元利害关系人 是不是用滚雪球的方式去找群呢 那我们通盘 我们检视了一下 其实MSF很多部会做的很不错 那其实跨部会的协作已经有产生了 那甚至比如说像青年署 我自己知道 他们刚开始对于这个承诺事项要怎么撰写文字修正 其实一直很紧张 而且因为年底时间又很赶嘛 声不太出来 那那时候参加青年署的民间委员 他们就一直提醒说 你不用声出来再丢给我们看啊 已经快要开会了 我们可以跟你们一起共笔 所以青年署他们其实有了一个共笔的机制 这可能是很多公部门迄今都迟迟不敢开放的 会觉得我怎么可以把 呃 完整度只有50%的东西就丢出来给我们今天共笔 但其实青年署他们做到了 那多元利害关系人更有弹性昏雪球式的纳入民众意见 还有会后有逐次稿充分留下讨论轨迹 其实这都是去年的很多部会已经做得很棒的地方 好这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环保署他们关于环境议题的资讯揭露这个承诺事项 那比如说他们出席的人就找了能源局海委会 因为他们关于国海院海洋的一些污染啊 垃圾或是一些渔业资料 他们其实还需要跟这些部会合作 所以他们就广邀了这些部会啦 那当然也邀了我们宏建廷会就是民间委员 因为可能原住民地区的一些环境开发 或者是一些比较负面的环境影响议题 可能在也需要有一些原民团体的意见进来 好那你看他们的会议记录里面 其实他们还特地选在慕哲开 就是他们找民间团体来 然后希望在一个比较温馨的地方开 这个讨论会议 那会后的逐字稿 你们可以看到右边这个图示 其实他们是逐字逐句的留下充分的脉络 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其实去年进行MSF可以再改进的地方 就是很多委员还是认为 包括我自己也参加过几场 就是会前的资料跟过去的脉络 其实还提供的不够完整 有时候都只是短短的一两页简报 然后就丢了一份议程 那其实民间委员 大家一起刚开始加入 都会需要了解更多过去 部会所做的事情有哪些成果 跟阶段各自是什么 才真正有办法给出 一针见血的意见 不然在会议上面都只是 做文字修正而已 其实很可惜 那接下来就是 有些人会觉得 民间委员我已经找定了 然后符合人数比例了 那就这样吧 但事实上不是的 因为 其实 针对同一个承诺事项 可能在不同的议题阶段 会有其他更懂的民间人士 那其实民间委员们也都很希望 大家可以在其他 你需要的时候 你就应该找那些真正懂的人进来 那大家还是比较会习惯是一个服务关系 好像我也要把我的承诺事项 导演先写好 再给民间委员看 其实不用 我们很前期就可以去参与 那最后就是 有些部会还是会习惯去写 我要达成多少场次 会有多少人数上限 但其实开放政府伙伴关系 更重视的是如何 你如何做到更开放更透明 而不是那些量化的数字跟KPI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让大家进入分组实作 就我们刚刚介绍的写作会的案例 或是去年的MSF刚刚的说明 让大家试着这样概念操作化 那在我们进分组之前呢 这边有几件事情要先跟大家交代一下 等一下你们会被随机分到各个组别 那你们里面会有组长 那请大家到小组里面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上面 你已经进到分组会议室了 那请你现在这个大厂的夜签 不要关掉 你只要把大厂的下面的这个 麦克风跟音讯按一下 让它消失就好 那请记得把你在分组会议室里面的 麦克风跟音讯先打开 那打开你确定测试都可以之后 待会我们再回到大厂要分享的时候 也请你小组的部分 要把你的麦克风关掉 这样子在不同的页面里面 才不会因为麦克风都打开了 而有声音回收的问题 那虽然事前我们已经有记得 工具单的操作说明 那我这边再一样简单说明一下 我刚刚在聊天室的地方已经有丢了Miro 就是我们待会用工具单的这个连结 那你们打开这个连结之后 移到最左边 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Sticky Note的图示 你们待会主要用到的工具会是这一个 那你把它点下去之后 它会出现像第二张图一样 有很多颜色给你选 那你就点选一个你喜欢的颜色 你就选一个便利贴 把它挪移到你的那一组的工具单上面 那挪上去之后 你只要点两下 你就可以在上面打字 所以等一下就请随着各组组长的引导 在工具单上面 留下你们激荡出来的想法 我们待会要讨论的议题是 终止神猪重量比赛祭祀的这个提案 我们会以它当作实作案例 那我简单说一下 就是2019年的时候有动保团体 他们觉得神猪比赛 他们会把猪养得很肥很大 会灌尸 然后到祭祀那天会把它宰杀 然后供奉在神明之前 他们觉得这样子非常的残忍 所以他们要求农委会跟相关部会 应该要终止这一个 这样的一个文化祭祀活动 好那当然里面就会牵扯到 不同的意见跟不同的产业 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让大家一起来想想看 在分组之后 我们待会分组进到工具单之后 首先针对这样的一个神猪祭祀的议题 我们在议题的最前期 你要怎么样建立沟通和信任 比如说你手上接到这个议题 不管是民众抗议或者长官交办 那你们先盘定一下 会有什么样的议题风险 那针对这个议题 你工部门跟私部门 应该各自找哪些人一起来参与 好那你找到这些人之后 你总是要拿起电话 写个email或者是发个公文 请对方给你一些经验谈 或者给你一些资料 那什么样的方式会惹动对方 什么样的方式会让对方 很愿意提供给你资料 跟分享他的经验 我们前期的筹备这边 这张工具单做完之后 下一张我们就进到一个 真正的多元利害关系人的讨论 就是比如说你就想象 你要开一场真正的写作会议 或是真正的MSF了 那你刚刚做了那些 利害关系人跟议题的盘点之后 你要定一个怎么样的会议题目 大家才愿意都来参与 然后你要找哪些人 你要把谁安排在一起讨论 那甚至你的会议环境 议程或是你事先提供的资料 应该要怎么样来准备 那我的说明就到这边 接下来我们就请进到分组里面 那我们的时间一样讨论到4点45分 那时间小组的时间到之前五分钟 我会在那个Miro上面提醒大家 好那我们现在进分组讨论 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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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